現在講的是雲端跟備份的功能 那在使用Anki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初次使用它就會跟你說 應該初次使用的時候它就會跟你說那個 它就會跟你說齁 要你輸入帳號密碼 就是在這邊應該就會要你輸入帳號密碼 那你就可以綁定你的email 然後綁定一些你的設定 那這些東西呢在你按下這個 就是同步Synchronize的時候 就會幫你自動上傳到雲端 就是Anki的Server裡面 這樣你就可以在多台機器或多台電腦 多台裝置裡面達到同步的效果 就是你這邊複習完的 然後同步之後到別台電腦 就會接續你現在複習的進度 就不會說再重新複習一遍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會建議在這邊把它打勾 就是這裡 在開啟或關閉的時候都自動 自動Sync 就是自動同步 這樣子可以避免掉一些 一些 就是你比如說忘記按 然後就關掉之類 所以就建議把剛剛的選項打勾 然後 再來講的是 備份的功能 備份就是除了雲端 會幫你 就是雲端 除了在雲端 有同步以外 還有一個選項就是 Anki會自動幫你備份 那預設我記得是20還30分 那我是覺得可以不用那麼多啦 就是可以把它弄小一點 那這個compress記得 建議打勾 建議打勾 尤其是如果你分數很多的話 因為它那個大小其實有差 那這邊有個open backup folder 就是打開那個備份的資料夾 那基本上備份資料夾 預設是在這個這裡齁 在使用者這邊 那我印象中 一開始預設的好像是20還30分 那 假設是那樣的話 那我們其實這邊 你看一個 假設像我現在40mai 而且是壓縮過 那可能就會 會佔到 哇 這個大概有 快1G喔 我記得以前有過 所以我才把它調小 所以建議呢 如果覺得太佔空間的 可能把它調小一點點 那這也是我為什麼 比較不建議大家使用 手持裝置 就譬如說手機或平板的 那個Anki的app的關係 因為它其實也是會 幫你附置自己分在你的 手機的SD卡 或是內建記憶體 內建那個 內建那個 內建硬點裡面 那 所以我會建議 你手機還是盡量使用AnkiWeb 因為這個東西 你其實是直接透過HTTP 就是透過瀏覽器去跟 那個Anki的Server做溝通 它其實只 一次只fetch5張過來 你有 你實際去去 複習就知道 它每5張就會稍微lag一下 因為它一次都只抓5張回來 然後 5張做完之後 就存回Server 然後再抓一下5張回來 所以每5張都會小lag一點點 那 這個好處就是 你甚至根本不需要同步 因為你就直接在跟Server做溝通 所以 你複習完的東西 在Server的同時 同一瞬間就更新完了 那 等於就是 跟你本集按這個按鈕一樣 所以我會建議 甚至假設你 你有些特殊需求的話 你在電腦上面 也可以直接透過AnkiWeb 因為這樣就不用煩惱 同步的問題 大概就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子 但是 對 那 是 對 那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